大家好我是老蕭 老蕭呢在以往常常跟各位說 在國外他的里程車況會造成他的車價差距非常的大 今天呢老蕭就用一款柴油車來跟大家做解密 好大家來看一下 同樣是2015年的柴油GL350 大家看喔一台是4.8分 有沒有看到4.8分 那麼另外一台是3.9分 里程呢一台是19,500mi大概是3萬多公里 另外一台7萬mi大概是11萬多公里 來我們來看起標價 一台是48,000多另外一台是38,000多 大概差價差了1萬塊美金 也就是說呢你起標價就差了台幣31萬 OK我們從剛才的例子就可以得知 在國外同一個年份不同的車況不同的里程 它的價格差距是如此的大 那麼老蕭是要給各位什麼樣的車子呢 就是高分數高標準不調里程原版件 車況好的車子 這個就是我們右倉汽車的水準 我們來看看 我們的車子 車子